今年無論是去本地郊遊 行山 還是去外國旅行 不少人都喜歡穿戶外活動防水褲 但穿得多 衣服弄髒了 究竟要怎樣清潔 才不會損害衣服的防水功能呢 風褲我們最主要分開兩類型 近來比較傳統的風褲 防風為主 遠一點的風褲除了防風之外 還有防水功能 下雨時也適用 例如普通的逛街用 這一款可能比較好 有模型也挺帥 全件都是防風設計的 另外這一件比較專業跑步用 上半身防風 下半身用了彈性物料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跑步的時候 通常都是在腳底位出汗 在腳底位做了一個比較透氣的彈性布料 你會覺得好焗的位置就沒那麼焗了 還有跑步或做運動的時候 你的動作都大 所以你穿比較有彈性的布料就會舒適一點 上半身最主要是防風 還有你後面也是 你後面沒有那麼大節防風 因為跑步的風都會向前吹過來 它就擋了你最主要的風吹過來的位置 如果想要一件防風透氣的風衣 很多人都會選擇買這件Gortex物料做的風衣 很多不同品牌都用了這個物料來做防水衣 Gortex平時行山下大雨或者去旅行下大雪 甚至駕駛電單車的時候又下大雨 其實它都完全防不了 Gortex這個布料最主要是裡面有一層面膜 你當它是一塊布 那一塊布就會穿很多個洞 那些洞就會非常非常小 那小到怎樣呢 就是外面有雨水水滴 那些洞是小到透不過的 但如果你裡面身體熱出蒸氣 流汗出蒸氣的話 蒸氣就會透回到衣服外面 所以它就做到防水油透氣這個效果 Gortex那層很多洞洞的布是非常脆弱的布 所以Gortex的衣服 面或底就會夾多一層布來保護那層很脆弱的面膜 這件我們會叫做2.5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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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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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再貼一層防水貼 就不會在這些位置滲水 做到完全防水效果 除了剛才說的防水貼 防水褲也會做到防水拉鍊 拉鍊位也不會入水 這件剛才說的兩層半 就是兩層布加一層coating 做少一層布 衣服相對就會輕薄很多 以及包裝得比較小 平時出街或去旅行 想包裝得比較小的話 這件是非常適用的 如果想去一些雪山 或者氣候惡劣的地方 行山露營之類的 最好選擇一個三層布的Gortex 它最主要就是會硬一點 耐用一點 什麼氣候都適合 這件3Layer 被人滑雪用 所以它就有這個雪裙的設計 滑雪的時候 雪除了在上高下下來之外 你會淺氣的雪 雪裙就會擋一下底淺氣的雪 索性外它全部都在裡面 手指不用外露 你都可以收緊外套的 這裏做了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做了一個木面 一個人滑雪透氣的時候 它的熱氣就會在這裡流出來 這樣就不會令你的鏡子產生無氣 另外這件有一個叫做Titsip的設計 這個位置是做什麼的呢 平時行山的話 走到有點焗 可以開一個拉鏈在這個位置 令你再透氣一點 除了Gortex物料製造的防水褲之外 很多不同的品牌都出了很多物料製造的防水褲 例如這件這樣 就是用Protect Shield這種物料製造的防水褲 特點就是它可以做到很輕很薄 非常方便 而且它的前袋的設計 是令到你可以這樣翻 就可以整件衣服翻進袋裡 非常方便攜帶 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 讓人跑山跑 跑步或者去旅行都可以用的 因為它有讓人跑山跑的特別功能 所以它這裡也做了一些反光條 跑夜山的時候 人們都可以看到你 它就是除了防水透氣之外 比其他防水透氣褲子更有彈性 穿著就會舒服一點 除了剛才說的風褲子和防水褲子之外 介乎兩者之間 還有一款褲子叫Soffshell Soffshell又是什麼呢 有點像防水褲子 它裡面也有一層mambrain做的 不同在於什麼呢 就是它是非常抗水 例如毛毛雨都可以的 但是再大雨一點 它就抵不住了 這樣就會滲水了 而且它裡面普遍都沒有做SIM tape 這些位置都會滲水的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防風 還有比正常的防水布料有彈性很多 作用是什麼呢 就是一些人snowboarding 做運動 有些微微的雪落 做到擋雪 擋風 也都很有彈性 也都防風的效果 防水褲何時要洗呢 其實就有個方法看到的 正常防水褲呢 當你下雨下去的時候 那些水就會走豬這樣流走 滲走 但是呢 譬如流汗 或者弄到很多泥那些 在衣服上 防水性就會慢慢退化 下雨的時候 本身是會變成走豬流走 你會看到那些水 是慢慢滲入一塊布道 這個情況之下 就代表你的衣服要洗 還有加回外面那層防水coating 如果洗防水褲或者風褲 用油順劑是一個大忌 絕對不可以用油順劑 那為什麼呢 因為你如果洗這些衣服 下了油順劑的話 那些油順劑就會 製造一層coating 下衣服的布料上 那層coating 會令到你衣服的透氣 效果是完全沒有了 下了油順劑 下了油順劑 怕化學物料影響到衣服的防水性 所以還是不建議用正常的洗衣服 很多人有個迷思 就是gotex或防水褲普遍不可以洗 或者會洗這個coating 其實你只要用適當的洗劑 做適當的處理 衣服就會更加耐用 那就可以用很多年都還可以穿 為了洗這些防水褲 就會有一種叫防水褲專用的洗劑 如果你放在洗機 一件衣服加兩個瓶蓋 還有你洗的時候 就頂洞你的洗 一兩件防水褲就夠了 那就不要加太多防水褲 還有建議你洗完一次之後 再過水一次 那就洗乾淨了它的洗衣液 令到衣服沒有任何chemical 那防水性能就最好 倒兩瓶進去吧 然後防水褲就浸入水 等它浸5分鐘 拿上來再過水洗乾淨洗劑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位置特別髒 你就可以對著那些位置 再擠多些洗劑下去 那就可以清乾淨那些位置 洗完衣服之後 再封乾了之後 可以去到下一個步驟 就是幫衣服加一個撥水處理 那什麼用呢 就是會令到衣服滴水下去 走豬的效果 我們會有兩款 加潑水處理的洗劑選擇 那一支就是噴霧式的 譬如想想 重點加強在某些位置 加潑水處理呢 可以用這支這樣噴回去 你想要加在那個位置的 另外這一支呢 就是WASH IN的 有些像剛才的洗劑 滴兩個瓶蓋 放一盆水 再浸你整件衣服 浸10分鐘 整件衣服的撥水處理 就會很均勻地加進去 加完這個撥水處理之後 建議大家 用乾衣機來 再乾乾衣服 因為撥水處理的洗劑 它就說是 它的撥水處理 是要有少少加熱之後 它的效能就會更加強 它這件衣服呢 它就說 可以在衣服上 上高加層部 燙豆 用沒有蒸氣的模式來燙下衣服 但是因為怕燙豆的熱力太熱 會弄壞這件衣服 所以我就不是特別建議你這樣做 風乾不行的 風乾的撥水性就比較差 這支新式的洗防水袋洗劑 加了一支特別物料 正常如果是在洗機裡洗衣服 那層可能洗得出來 但是攪得兩攪 那層又黏在衣服上 加了那些物料 就是令到 那層洗了出來之後 就不會黏在衣服上 一件防水外套 保養得好 你說用4-5年是絕對沒問題的 因為我這件衣服 我自己都已經賣了4-5年了 而且我都常常去行山露營 或者出國去高山露營 我都是用這件衣服 用了很久 防水性能仍然很好 由於酒精可能會破壞衣物面層的coating 所以最好儘量避免擁有酒精成分的消毒噴霧 都可以的 不過最好看清楚衣服的標籤 很多洗衣店都有洗Cortex風衣服務 會有不同的特定清洗方法 光顧前不妨問清楚 關於不妨問過 我們下次再見 有外國重視的激艦 細節的激艦 我們下次再見